各位元首領的獎金 非常謝謝我們有這麼好的名長 還有幾個名長 今天這裡充滿著夫妻 在這個聖誕節的晚上 我們可以一起聚在這裡 我們這個充滿的感恩的心 你知道這個節日呢 就都同天同情 你知道每一年雙十節在中午節日就同天同情 其實真正同天同情只有一個節日 是什麼節日你知道嗎 聖誕節 聖誕節 全世界都在歡慶聖誕節 為什麼在這個節日裡面充滿著上帝給人的平安跟愛 我講一個聖誕節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你現在已經我們七八十年前的事情 在這邊打仗打得非常焦灑的狀況 德軍跟伊軍他們在戰討裡面 就經過了好幾個月都沒有辦法 這邊打不過去 這邊也打不過來 可是在那個聖誕節的夜晚 聖誕節的夜晚 他們就唱 他們就有一個人 很無聊 他就想說今天是聖誕節 他們就唱一首四個唱平安夜 你知道 當伊軍 有一個人 有一個小兵在唱平安夜的時候 整個桃口裡面英國的軍隊 每一個人都在唱平安夜 平安夜 在對面的德軍聽見了這個聲音以後 他們也開始唱 用德語唱平安夜 就在唱唱 最後呢 他們唱得太高興了 就忘記了 對面有敵軍 他們就跑出戰吼 他們就開始唱起平安夜 那一天晚上 德軍跟英軍 他們放下武器 他們就彼此擁抱在一起 唱平安夜 親愛的朋友 再一定要把平安吃給四三人 當耶穌降生的時候 天使說 至高之柱 農耀歸給神 地上平安 歸給祂的十月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上帝 一個十月 祂要把平安帶給我們 特別今天在台灣 其實每一天你打開報紙 都大部分都不是平安的事情 是不是 現在要懸處 哇我們看見彼此的爭執 都有平安 上帝要把平安帶到這個國家 上帝也要把平安帶到你我的家 剛才季老師講到 他原來他的家 他充滿著爭吵 可是當耶穌進到他的家 他的家就真正的得到平安 親愛的朋友 上帝祝福你 今天晚上 我要在這邊奉耶穌的名 祝福你們 每一個人都得到 從天上來的祝福 從天上來的平安 讓你能夠經歷聖誕節 其實最偉大的監視就是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幸安的福祉廟王 反得永生 上帝要把祝福平安賞賜給他所愛的人 上帝祝福你們 上帝祝福你們 我們起來唱 請慢一點 請慢一點